木瓜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惊悚片 世界奇妙物与之附身 影片开始,小美是个优秀的作家 她的作品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这天晚上,小美忽然接到高中同学小丽的电话 小丽要请小美吃大餐 因为她马上就要结婚了 小美听到闺蜜结婚高兴的去赴约 小美来到饭店时却空无一人 只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诡异服务生 将小美领到一个房间里休息 在此期间,小美看到厨房的食材十分血腥 一块大白布下不知道掩盖着什么 更让人好奇的是服务生走路往外渗水 小美见小丽还没有来准备去打扮一下 不料小美刚抬头就看到小丽 湿漉漉的站在自己身后 吓得小美心惊胆战 灯光一闪而过,恢复了原貌 她和小美寒暄几句后就回到了餐桌上 只见小丽说出了这些年自己经受的苦难 原来小丽是个天生克男人的命 说完还给他们的遗物分别转给小美看 小美听了之后只好用客套的话安慰小丽 小丽找小美就是为了夺回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小美这才明白小丽说的是她男友小帅的事情 当年两人同时暗恋上小帅 可小美横刀夺爱把小帅给拟走了 此时的话语间充满尴尬的气氛 没想到小丽突然大笑说自己是在开玩笑的啦 其实她早就原谅小美了 小美听完此话后轻松了许多 小丽话风一转想要以小帅为主菜来聊聊 边说边把切好的肉放到小美的盘子里 这时小美惊悚的发现肉上系着一根手环 而这根手环是小帅一直随身带着的 难道说这块肉排是小帅的吗 小美想到之前见到的厨房里的血腥场景 吓得她匆忙的跑到厨房一看究竟 没想到厨房里的白布不翼而飞 这下更加验证小美的猜测是真的 正当小美不知所措时 小帅闪亮登场来关心小美 并说这只是小丽的恶作剧罢了 他们这次的恶作剧只不过是想给小美一个惊喜 小美已经被整得有点怀疑人生了 没想到小丽再次来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她说自己和小帅结完婚后两个人就死了 小美见到小帅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 转过头却发现小帅全身在流淌着水 像是被淹死了一样 原来三人在上全时关系非常好 没想到小美不仅剽窃了小丽的小说成为了作家 而且还抢走了小丽深爱的男友 两人这次来就是报仇的 小美听到此话后立即就吓晕了 等小美睁开眼睛 却发现两人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小美一气之下双门而去 回到家的小美打开电视 无意间看到一个新闻报道 今天早上有三个人遭遇海难不幸身亡 而这三个人正是小丽 小帅服务生 原来小美见到的确实是三个人的鬼魂 而服务生所穿的衣服就是船长的衣服 这时小美注意到自己电话里 莫名多了一条小丽的留言 小丽说自己就算是变成鬼也会陪着小美 小美低头看白天采访的照片 才发现小丽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小美吓得再次发出了恐怖的声音 故事结束 影片前半部分有些恐怖 但是后半部分却早早结尾 有点让人意犹未尽的感觉 点赞加关注看电影不迷路 下期不见不散